你拍视频吗? 电影能拍出来真不容易 这个逼人直接增加两倍工作量 是吗? 对 那你是不是知道我工作上有的 对,我知道 你不知道 我知道 他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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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交到雷寒那去了 直接开始 帮你当人看 小心 拍电影就好像 建造了一座摩天大楼 一瞬间内 脑海中便可以构想出整个蓝图 但将其实现 却不知道要付出多少的心血 它是人类心灵与现实的隔壁 同时也是连接两者的桥梁 它需要你去毫无保留的想象 去肆无忌惮地付出 然后一步一步地实现那个 从无道有的转变 然后一步一步地实现那个 最诚实的电影制作方式 就是为自己拍一部电影 我从小对电影就有着特殊的需求 当别人都在看儿童动漫 玩植物大案僵尸的时候 我满脑子里都变已经是拍电影了 交源已在身后 世界 尽在眼前 呐喊 2021年10月份 我内心非常的迷茫 当时已经15岁过半了 内心混杂着悲观和抑郁的想法 孤独绝望困惑 在我的心里面扭成了一团 身边发生的一切事我都已经不在意了 灿烂的阳光只会使我更加厌烦 内心世界过早地开始凋零 那是一段迷茫的日子 我当时正坐在教室里 感受到了一种 一种破洞 一种冲动是源自于本性的对于一种创作的需求 脑子里呢几乎在一瞬间内就充满了一个想法 我要拍电影 我很高兴自己找回了自我 我当时感觉自己能做的啊 就几乎只有呼吸和拍电影了 电影的构思绝对是很重要的 如果说构思充分了 那便已经成功了一大步 我很清楚一点 但和大多数人一样 光会点道理是完全不足以实践的 我没有任何经验 没有什么资金和设备 没有接受过什么电影培训 甚至没有什么时间 最重要的是 我只是一个学生 两个月内把从电影特效 编剧 灯光 摄影 调色 音乐和声 再到是影像风格全都自学了一遍 有人说过 好的想法来源于对瞬间的灵感 不断琢磨和思索 一个半月时间 基本上全部都拿来周末灵感 想电影组织 然后在一个小本子上 不断周末一筹主题诗 某个声音乐呢 那我突然里行了思绪 电影完美谎言 他的内核便诞生了 自由与束缚 这个半月 我终于知道自己想拍什么了 呃 他当时是这么和我说的 比较早的了解到 于导的这个想法 起先是觉得不可思议 非常大胆 也认真地听了他 无数条60秒的语音 同时我也暗暗地感觉到 这个人这次好像真的想做出点什么东西来 周围的环境使我很难做到纯粹 有很多涉及到价值观的事情 使我不敢去表达自己的真心想法 就比如结尾的自杀片段 我一直在想 他到底能不能放上去呢 塔格夫斯基成就说过 对自己绝对忠诚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一个创作者 从一开始 他就违背自己的初心 那么他从一开始 也就输了 我花了一个半月时间 教会自己 什么是纯粹 什么是诚实 然后说出自己真正想说的 真的 从来没有想到过吧 能有这么一个机会去探索电影和音乐之间的联系 要完成这部电影 不仅仅需要克服的是技术上的问题 还要攻克的是理论上的难题 在接下来长达三个月的剧本创作过程中 我很清楚这部电影啊 你不能以传统的长篇方式来拍摄 更不可能用微电影短短的十几分钟就叙述完成 我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模式 而我需要用几乎为零的预算和两个演员来诠释一个如此深刻的话题 因此我一度陷入了构思的困境 我一直相信 世界上是有一种存在指引着一切 控制着一切的 每当我做到一件事情 他就会透露我更多 让我有信念去走出下一步 在我不断修改电影主题十字同时呢 很幸运的是我也得到了一些指引 到最后实际上是我在完成这首诗 同时也相辅相成的完成了剧本的出稿 你是一个罪人 同时也是一位受害者 你的世界是一个破绽百出的谎言 而你终将制造一个完美的谎言 《困惑》《预兆》和《书醒》三部分代表的 不仅仅是这部电影更是我自己 在诗剧的创作上 灵感往往比较容易得到 但是如果说到剧本的话 你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 我想试照一种超凡脱实的氛围 通过男主内心的斗争与大自然的启示 达到一种大的境界 重心必须放在表现上 那么观众聚焦在唯一的一个主角身上 如果说片子那样要出现第二个演员的话 我希望观众理解他的 是一个群体的象征 或是一种想法的象征 复杂的思想内容 于导都要给我们每个人再讲一遍 我找了一天和所有人进行了 长达两小时的剧本交流 但依旧有很多质疑和不理解 于导当时晚上约我见了一面 给我布置了很多专业性的任务 但是其实让我最头疼的还是电影的主题 当时于导的想法还不够成熟 就是提到的有一些点我非常的不理解 生与死 谎言与真相 再加上他自己非常跳跃的逻辑 整个构思变得非常混乱 我原以为拿到剧本之后会好一点 但是三十页的剧本各种颜色混杂在那里 对于剧组来说要把握每一处的细节是非常难的 我觉得之所以这么难理解 主要就是因为男主的行为和感情被展现得非常的细腻和敏锐 然后遇到也把这个剧本写成了小说的形式 尽管到最后大家也都达成了一致理解的影片 但是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可以让剧组成员 单通过剧本就来理解这部影片 不然会很累 对于这样一个饱满情感电影来说 笼统的解读是无法把它排好的 不过真正厉害的导演应该去 在两种中去寻找更好的平衡点 既不晦涩又不直白 就如同思考一样 影像上创造是完全自由的 像是刻在我基因里的那样 他们可以带给我一种独一无二的体验感 在拍摄时肆无忌惮地逃着于那创作过程 就如同上帝一般 我是它的创造者 它可以继承我的意志 也可以拥有自己的意志 每当影像开始播放时 是生命力开始由它 它永远不会凋零 永远没有尽头 展现在我面前的 是一段小小的无限 分镜本前期的绘制 还算是偏向于现实主义的 但是到了后期 因为赶时间就真的变得越来越抽象了 分镜本的绘制一定是越提前越好 它是想法和实践的桥梁 没有它你是无法实际切入拍摄的 还有一大堆事情也都挤在一块 阁楼作为实验室的拍摄场景 看似还是很合理的 但是当你切入到里面去拍摄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它并想的可怕得多 阁楼的电路基本上都老化了 它已经不能支持这种高电压的聚光灯 绿幕布上面的阴影会使抠图变得非常的困难 音乐制作和电影制作它非常的像 从交流到构思再到实践 需要配合需要灵感也需要钱和设备 我对音乐创作还是比较望而生畏的 在一开始互相都是带有点防备的 不断的交流我们可以更了解对方 只有这样子我们才可以更了解这部电影 然后我们才可以正确的把想法搬到荧幕上 祝完美谎言获得成功 其实对于我来讲是第一次 因为我一直是钢琴演奏 没有接触过作曲 也没有绝过太高声的理论支持 然后也更没有接触电影配乐 那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 还没正式开始拍摄我就开始培乐 没有拿到正式样片去开始配乐 是个很鲁莽的行为 我只能靠我自己对剧本的一些想像 和我自己主观的一些想法 这时候对我们来讲 这次的配乐就像水上建房子一样 灵感和思考是缺不可 我和我的另外一位音乐伙伴 一直在揣测音乐中的调性色彩和弦还有动机 不同的动机不同的发展 有了大概的思路之后 我们就麻不停地开始录制 其实当时压力还是蛮大的 我们还没有一个完善的构思 我对录音也是一窍不通 就光麦克风摆放的位置 我们折腾了蛮久 有一点点的这种出入 最终效果可能出来都不太一样 那么当天晚上 我觉得是到12点钟才彻底的结束掉 主题绝录了十几次吧 对我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起源 拍摄结束之后 剩下的配乐任务要在一天之内录制完成 对我来讲其实压力是非常大的 余岛也非常辛苦 他连夜剪出了几段小Demo 那么看到这些样片之后 我们在想可能我们的构思方向错误了 那么我推翻了我们所有之前的构思 采取了一些比较前卫的方法 我选择通过不同的力度去拨动琴弦 然后再去按琴键 那么其实这样的出来效果就像打铁一样 那么对于我来讲 一些类似于噪音的声音 可能更加能去感染到观众 感染到这段情绪 拍摄阶段是时间持续最短也是最困难的 因为我们在12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完成了一部分的影片拍摄 所以还剩下五个的场次 需要我们在剩下的一周 这个十分紧促的时间内完成 当天我告诉剧主 这半个月必将创造奇迹 我的每个步伐 姿势还有每个眼神 都是被严格的把控制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被强制要求排练两天 到真正的拍摄的时候 我也很难预料到 原来它真的要比我想要的难很多很多 不需要我的镜头的时候 我就会去打打光啊 或者是用那个烟雾器 在客场到处乱窜喷烟雾什么的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场景就是小偷的那个场景 我选择了红光为烛光 他给我一种生命力被压抑的感觉 有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会发生 有些时候遇到的情绪也会失控 对于我这种没有什么经验的演员来说 我要去理解到他的想法 然后也要去演绎出决策的情绪 并且在我的初中同学很多认识的人 在看着我的情况下 我要演绎出一种就是说 要跪下来吞哭 这是十分困难的 所以这些因素呢 导致很长时间遇到 都没有感觉给我一个正面的评价 也我也很难演绎出他真正想要的东西 所以说拍摄的时间大概拖延到了很晚很晚 当然时间越往后呢 我觉得红光照在脸上的一种氛围 也是慢慢适应了 我也逐渐感觉到了一种被牢笼禁锢的感觉 我知道这种事情不对 但是 但是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才会 现在想想吧 我那时候跪在那 也确实是感受到了角色被压迫的感觉吧 我没有非常专业和系统的学习过服装设计 一直以来都是兴趣的推动 当天基本上就是严厉与指挥着我们去做这个干那个 剪这个捏那个 一件效果极好的服装就这样魔法般诞生了 非常的神奇 准备材料主要是通过网上购买 蓝色的帆布与红色的皮革不同材质 就是形成对比 可以凸显出这个角色的未来感和矛盾的那一面 背后用金色和裙金的喷漆制作连接到袖口的巨大翅膀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表现出科学家宏大的孤独感和矛盾感的 在了之后更具挑战性的是户外拍摄 比现在拍摄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极暗的环境下你根本就无法进行拍摄 漏眼可以看到的细节 在电影机上却是漆黑一片又或者全是照点 原本想而可以轻松躲进的速冲又全都是刺 于是当晚我们折腾了很久 算是得到了还可以的镜头 只是为此几个人在荒山野里争腾到了11点 我们至少做到了 这种艰辛其实怎么说呢 其实很难形容吧 真的蛮欣慰的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十分值得的 如果说剧本是一部电影的灵魂 那么拍摄这是电影的骨架 完美谎言里面它存在着不同的场景 对我来说难处不是怎么拍而是拍摄顺序 就比如夜晚奔跑的那段那段场景 理论上它是发生在了返回房间的后面 它其实很早就拍掉了 除了要尽量避免过于颠倒的拍摄顺序 还要不断检查每一个细节 相信自己然后克服困难永远是关键 拍摄阶段的本质就是变化莫测 哪怕是大导演他们也不可能确认就说一定是万无一失的 各种意料之外可以给我们灵感 使我们剧本走向发生变化 当然他也可以轻松击溃我们 伯格曼说过 一个未经排练的表情正是你所期待的 这种表情是难以捕捉的 转胜俱逝的 而且是绝不会再现的 那是我日夜期待而又出乎意料的时刻 似乎就是为这样短暂的时刻而活着 后期制作对我来说是最后一期的 因为他是离成功最近的一步也是最远的一步 我们这个团队中前期还有八个人 到了最后只剩下一个人 我觉得这种全靠自己一个人干的方法 对于这样一部充斥的情感电影来说或许是合适的 电影蒙太奇是电影它最基本的主成方式 而剪辑是它实现的基本工具 当我面对上百个需要剪辑的箭头时的时候 在我面前是千千万万种的选择 一开始确实是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所以剪辑上遇到了很严重的逻辑问题 尽管我之后都将他们克服 但确实是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最重要的是理解剪辑的地位 我选择把电影剪辑拆分为初剪和细剪 初剪完之后我会衔接调色 衔接和调色之后再进行最终的剪辑 这其中涉及到了很多专业的操作 但是这个逻辑非常重要 因为很多问题可以因此被避免 时间可以被节省 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给了你可以改成影片的可能性 不会让你的影片一步走死 特效和建模的是更加困难 我一开始的构思也非常的简单 在阁楼建一个绿幕布 然后通过AE对它进行一个抠图 然后再和3D Max里的场景进行结合 实现一种那种虚拟现实的那种感觉 然而绿幕布的阴影使抠图变得非常的复杂 而且还需要用到跟踪 还有各种复杂的这种特效图层来变模术 特效制作的同时还要进行的是调色和各种建模 当时基本上的状态就是电脑和人脑全部都全天高温高压 但是电脑吃不消了 特效软件它们吃力的渲染 也直接都影响了其他的软件 我确信这部电影的败笔 就绝对会是特效 我就一直分文不平 原本定好的完成日期也就早已经过了 我逐渐失去了信心 摆在我面前的十一大半还需要剪辑镜头 还有几十个复杂特效镜头 平均每一个镜头需要两小时的制作时间 对我当时来说 基本上不睡觉不吃饭也做不完 原本畅想到手印计划忘得一干二净 昼夜也逐渐颠倒 每天就像一个蝙蝠一样活在这个蝙蝠洞里 充满了只有不被理解和无助的痛苦 就是在那几天我逐渐放弃了任何令人激动的自我证明 任何令人羡慕的成就 而只是告诉自己都走到这一步了 怎么说也不可能停吧 也是这个简单的想法 让我具行事走楼般的走得下去 隐隐约的使命感 也确实让我怀抱着一种转折的希望 在我即将失败的时候它出现了 二月初的晚上 我打开了很久以来一直没有看的消息 注意到一个老朋友半个月前发来的消息 在写这首歌 就是过程当中 包括词曲编曲的过程当中 我没有看过它的剧文 所以极有的灵感就是来源于 林戴勇他在社交平台上发的那种 聊聊几张的剧照 还有一些他英文写下的 The Playfly的片名所激发的 音乐开始缓缓播放 下面我很神奇的看到了成片的样子 所以我曾经有担心过有思考过 就是我对这个片名的理解和 余岛对于这个片名的理解是否是一致的 抛插一些相对热闹的过程当中 这首歌的制作过程是比较冷静 而且纯粹的 因为有着比较完善的整体构思 作词的过程当中 作曲基本上是同时出来的 基本上后面几天 突然是凌晨的时间 编曲每天都会新加一部分 但是后来成片很意外 让我发现这是一次毫无征兆 但是又充满巧合 而充满刺激 所以我个人也觉得挺精彩的一次灵感的工作 这首《完美的谎》 成为了电影《完美谎言》的人生主题曲 这不仅是两位少年灵感的成功碰撞 更是给我的再一次指引 在这之后我重新振作了起 也重拾了首映计划 我联系到了杭州天幕里 三个影音的管理人员 将首映时间定在了2月12号 但是我剩下的制作时间 大概就只有一个星期了 所有人都觉得这太危险 这根本不可能 不过这七天 还有影院的试播 以及各种调整 我先是停止了和特效的死磕 完成了所有部分的调色和剪辑 然后改成了部分剧本的结构 在不破坏剧情连贯性的前提之下 我把特效镜头的数量剪到的最少 然后再倒数第二天 完成了所有的特效制作 我还记得那天凌晨三点的时候 当我完成了最后所有的调色 还有什么特效 并且开始导出电影 极其困倦的我 看到屏幕上一个提示 蒙蒙糊糊的 上面写着 数据过大 资源库已崩溃 在那一刻我简直要崩溃了 你想他努力这么久的电影 会在最后一刻失败 真的就忍不住眼泪 在那个孤独的深夜 没有人可以给我任何的帮助 我只能靠我自己 当人们都起床的时候 我恢复了所有的数据 并且得到电影的成片 现在来看看 对于电影后期难度的把控 是这次电影制作的一大不足 我想给各位像我们一样的电影人 一个建议 或者说是一个提醒 对于一部电影来说 想法和实践是旗鼓相当的 没有想法光有制作的电影 是没有灵魂的 但没有制作光有想法的电影 可能到最后连电影都出不来 这应该是一种非常强大的信念感 而且和非常巨大的热爱和支撑吧 我觉得可以解释为 我想感谢所有来到现场的观众 我听导演说 就是你们的解读 是对这个电影的寿命的延长 在我看来它并不是 但是我想说是超门时间 那是什么 今天通过的电影 是什么 那是什么 哪个是 哪个小时候 这 五 五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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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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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y'all You really made the grade I really made the grade I could only first want to know Who's shirt you were Now it's time to leave the capsule Tip your dad I don't stop your head I'm steppin through the doo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